我们请教一下周英俊老师 哪些守面向的人 最会教出懂事的孩子 是 对 因为如果说 真的要想教出 懂事又优秀的孩子 应该讲最主要的还是父母 父母还是最主要 所以说你重点要教出好孩子 一定要自己的行为极致 各方面 人家深教 圣源教 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来看看 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人 他本身来讲的话 因为他的子女宫好 所以小孩就是好教 有的人你跟他讲这样子 他会觉得很生气 因为我已经很用心 用力的在教小孩 但是小孩就是教不来 所以说这个中间会有一些 跟你的那个命格上面的关系 所以说你如果你的子女宫 本身就很优良的话 当然你就是会出好子女 那我们来看看 他就叫子女宫比较明亮 那子女宫在哪里 子女宫就是在眼睛的下眼帘的地方 所以下眼帘的地方 一定要色泽好 没有凹陷 如果说这里都没有凹陷 这个叫子女宫比较明论 就是说应该讲说 他的阴德各方面会比较好 那就很容易交出优秀的小孩 就是说能够交出品邪兼优人宗的容红 因为他个性方面比较通情达理 给小孩子足够的关怀跟鼓励跟爱心 那家庭方面也比较和睦 我们所谓的家庭和睦 不一定是说夫妻两个人和睦 像你们单亲家庭的话 但是那个家庭给好意思的环境 也一样觉得很和睦 那和睦就是说你不会去说前夫怎么样 或是说去说他的坏处 那就会让小孩子其实是在一个 正确的一个环境里面去长大 所以说小孩子是在幸福的环境中长大 当然他就能够比较有安心 比较有信心 所以就能够比较能够交出品邪兼优 人宗龙红这样子的小孩子 再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叫人宗身跟宽 人宗的地方就是鼻子跟嘴巴中间 这一段我们称为 就是这个最长长的两横中间 我们称为人宗 通常人宗比较好的 他其实的小孩子也比较好教养 因为人宗也是一个 子息宫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比较容易交出 杰出优秀社会的栋梁 因为他在教养方面会比较有耐心 而且他的态度各方面 就是跟小孩子的那所谓的态度 他会比较的那个叫做正确 有时候他知道说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不会说 有时候就是说小孩子的那个观念 各方面是错误的 你也会同样可以跟小孩子讲说说 这个是不行的 那怎么样讲 而不是要很有耐心 而不是没有耐心的就 这个不行怎么办 那小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不行 那你就说不行 那就是高压的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像这样子的人 他其实不会用高压的那个教育方式 他会很有耐心 很有恒心的教导小孩子 那当然小孩子就会很正确 他就他的那个情绪管控 社交技巧以及他的行为模式 都会比较正面 所以因为正面 所以他就能够是一个杰出优秀 而且是社会栋梁 社会栋梁有时候就是说 社会上杰出的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那就是社会栋梁 社会栋梁不见得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再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叫口的人脚昏明 人脚昏明就是 笑到有丹波的脸和嘴 就是两个那个嘴边会翘翘的 这两个嘴会翘翘的 那当然要昏明不是歪一边的 因为通常我们讲口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子宫 就是子心 所以人脚昏明的人 他嘴型轮廓非常的好 那讲话的话就是比较能够 让小孩子觉得说 你讲出来的话不是随便乱讲 跟小孩子讲话 你不能认为说小孩子 可以随便骗骗 或是说你不理他 这个都不行的 你要跟小孩子 用另外一种小孩子 知道的语言跟方式 去教导他 去跟他引导他 如果他不懂 你慢慢地去引导他 这就是正确的 所以说跟小孩子的那个感情的联系方面会非常的不错 以及说跟小孩子的互动 因为你可能小孩子不懂 但是你会去找他懂的东西来引导他 那这样子的话 小孩子的一切一切他就很为你为标杆 他就是会非常的信赖你 所以他的那些认知各方面就会比较正确 比较正面 所以说你就比较容易交出 优良贤孝 他对你会比较好 就是你们两个人 就是跟小孩子的互动会很好 因为你会知道怎么样地去引导小孩子 那当然你就是会交出 粗类拔萃这样子的一个小孩子 所以说是因为这个 叫嘴的人角分泌 就是稍微粘到嘴水 后边边稍微粘粘这样子 然后那个嘴型非常的分明 所以这个都相当得不错 这个叫子宫非常的好 子宫是子息宫的意思 说东东为了抚养三个孩子 现在也是斜杠人生 非常努力赚钱 他刚还不斜杠 他以前有当什么 对啊 你已经做了很多了 我有拍戏其实 就是我什么工作都接 但是就是不能是晚上十点以后的工作 因为我要陪小孩 所以你的辛苦其实孩子有看在眼里 他也知道说妈妈很努力 对 因为我也会告诉他们 比如说他们想要买什么玩具 我告诉他说 妈妈大概工作一天才可以之类的 我会告诉他们这样的概念 所以他们也会忍耐一下 对 那好在是我三个小孩都蛮懂事的 比如说因为我老大是女儿嘛 女儿就是特别的跟妈妈很亲 有时候妈妈在忙的时候 他就会去帮忙弟弟泡奶奶 然后或是弟弟要写功课 他就会说 弟弟过来 快点 这个我教你这样子 他几岁啊 八岁 我 对 八岁 他八岁 他会教你 教五岁跟三岁的 对 而且他很有大姐的风范 而且他还会帮忙煮蛋 煎蛋 好厉害 他煎的蛋比我好吃 我们是属于那种 姜这样 我们是属于那种农家小孩 那个找当家那一类型的妈妈的教育 就会让小孩去尝试这些 很感动耶 对啊 但是我就觉得 好像因为我这么辛苦 或是我一个人要照顾他们 他们反而学会了很多生活技能 然后再来是他们的感情非常好 就好像看到这样子 可爱的那一面 小孩这样吵吵闹闹的 就觉得说好像辛苦也没有什么 因为我们爱的人都在我们身边 然后就觉得也还蛮幸福的 然后小孩都蛮懂事的 像我小儿子也很可爱 他就是譬如说有时候我在生气 生气他可能捣蛋还是什么的 他就会突然说 可是 可是我喜欢你啊 就会突然讲一句 怎么会是这句台词这样 就会觉得生活很多乐趣 没有这么苦 你们两位 孩子也去学校 他回来 有时候老师也会问 同学也会问 他回来会不会问你说 妈妈爸爸咧 我的爸爸咧 子萱你怎么回来 我说爸爸都在拍戏啊 我都这样跟他说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都说如果想爸爸的话 可以去找爸爸 我们可以去奶奶 对奶奶家找爸爸 会不会心酸 会 像他就会问我说过年的时候 可不可以三个人一起吃饭这样子 最近我就当做没听到 不知道会不会很坏 我就那时候在做家事 他就这样子 在我后面这样边玩玩具 这样编文这样 那东东你们家老大 不是老大比较懂事 大概不会问 他自己就消化完 还是他也问 他们三个好像已经习惯说 爸爸妈妈就是分开 但是也没怎么样 因为爸爸也会跟他们见面 那主要都是跟妈妈住 这样的生活习惯 他们已经习惯了 是 那也觉得这样很好 因为有时候我 有时候如果可能有一些 看到一些什么电视 或是生活中有机会教育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爸爸妈妈以前常常吵架 其实妈妈常常心情不好 或什么的 其实这样看 就我们分开了 可是爸爸也很开心 妈妈也很开心 也没什么了 所以 就你不要这么难过 所以时代不一样 就是你们的孩子 你们虽然是单亲家庭 但孩子不是 他不是没有爸爸 他是有爸爸 而且也见得到面 只是他的状态是 现在是爸爸妈妈分开住的 对不对 那算了 但都可以互相见面 对 你们也都处理得很棒 爸爸妈妈 就是真的是为了小孩 不然其实平常 我们也不会跟他见面 不然为了小孩 我们是OK的 我是OK 可以跟爸爸一起同框 拍完 拜 再见 可以拍照 也可以在外面一起吃饭 一起吃饭 到现在还没试过 但是拍照可以 因为我们眼睛不用交流 看镜头 然后结束 你们家呢 可以一起吃饭 前夫跟我说 我们应该一辈子 都会是永远的家人 跟朋友 他这样跟我说 所以我心里也比较觉得 OK 没问题 但现在重点不在老公 重点就是小孩很窝心 对不对 对 年轻人你在迷惘吗 听我一句话 少奋斗三十年 让老师帮你指点迷津 从躺平足变成人生胜利主 跟着心向趋吉必凶 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 年轻的朋友 想让命好好玩的大师帮你算命吗 详情请上 点书官方粉丝团 点书官方粉丝团